在伊朗传统新年到来之际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0号发表致辞说 过去一年的经历表明 伊朗对抗美国的道路是正确的 美国遭遇了耻辱性失败 而这归功于全体伊朗人对美国的顽强抵抗 他还表示 伊朗将在新的一年里大力发展生产 以促进经济创造就业 增加收入和降低通胀